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事 教育 历史 思想 文化等多个领域 堪称东汉小百科全书 王福同情人民 在政治方面强调国以民为基 贵以建为本 认为倘若明君能任贤使能 忠信纳建就能天下太平 他建议采取考工 民选等办法改革励志 经济方面 他提出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爱惜名利 重视对边远地区的防御和建设 他反对称伪迷信 大量揭露官力豪强 奢侈浪费和迫害人民的罪行 此外 潜伏论中还征引了大量的史料 为后汉书的写作提供了史料素材 其内容可以与其他史书互证互补 潜伏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政论专著 论证行文是非明确 内容切实 说理透辟 只赤尖锐 汉代词负盛行 潜伏论也因此表现出了一种语言便利化的倾向 以及便散结合的特点 体现出了东汉后期正论散文的便化趋势 建起建安盛行的华丽之风 潜伏论现存最早的完整本 为明代课本 明末清初时期 明刻仿宋本已不多见 冯书在顺至五年 得到沈宇文所藏的明代诵版翻课本 视为真本 令人抄写了一部 冯书自己仓 号墨安 别号鬼仪老人 字号缠首居士 江苏常熟人 明末清初学者著名藏书家 刻书家 其家钞本被称之为冯钞 其色则黑亮 字体眷勇 被众多藏书家视为真藏 与毛敬 毛钞 杨仪 杨钞 秦四林 秦钞 贤迁 贤曾 贤贤真等的贤钞 并称为常熟著名钞本之一 冯书之后 此书又叠经 贤曾 陈奎 杨文孙 丁炳 诸多名家收藏 现藏国家图书馆 字幕志愿者 杨文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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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文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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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孙